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来学习最后一个 关于Linux自由服务的一个服务 它呢是最后一个叫 Crown C-R-O-N-Crown 那么除了这个Crown这个名字呢 我有的时候也有把它称之为叫 Crown Table C-R-O-N-T-A-B 这两个名字叫什么名字都行 都是指的是计划任务 那计划任务呢 先去解释一下 什么是计划任务 它干嘛用的 为什么要去用它 计划任务这个东西啊 它是很实用 很强大的一个应用功能 Linux呢 虽然说它是被我们这个 运维人员去操作的一个服务器 但是能不能做到 这么一个效果 24小时值守 你能做到吗 你做不到 那比如说我夜里呢 我想把这个 服务器里面的一些垃圾清一下 或者说我想重启一下我的阿帕奇 那这个时候你总不可能说 我半夜盯着我的命令行 等到12点了 我来一个restart 不可能啊 不可能的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需要用到什么呢 用到了一个叫 Chrome计划任务了 计算机呢 不可能说操作系统吧 不可能 24小时 24小时 那都呢 有人在操作 有些时候呢 有些时候 我们想在指定的时间点 去执行一个任务 例如 举个例子 例如 那么每天夜里 咱就不说太晚了 说两点吧 每天夜里两点 去重新启动一下 我们的阿帕奇 有没有这个需求 有多少人真有 或者说清理垃圾都行 每天夜里两点 那这个时候的话 就不可能说 我们每天晚上就盯着这个东西来看 此时不可能 真的说 有人每天夜里两点去执行 命令 这个太麻烦了 那么此时呢 就可以呢 交给计划任务去执行 计划任务去执行 那么计划任务呢 它是一个程序 计划任务程序呢 去执行这个操作 你只要告诉他 以后两天 每天两点 都给我执行这个任务 你执行什么任务 我告诉你 全告诉你了 OK 那以后的话 我们就不用管了 他只要到点 他就会自己执行 但是这个点 你得保证你的时间是准的 你不要服务器呢 本身和这个两点 它又有个时差 差多了 太多了 结果说我们现在现在是 马上是17点了 结果你的服务器才10点 然后等到你这个时间的时候 看的是两点 你的服务器实际上才 才几点呢 才20点 才20点 就是慢了这个时间点了 所以一定得先保 那个时间是准确的 你确保时间准确之后 用这个计划任务才有意义 这个是它的作用 主要呢 是做这个定点去执行的 这么一个功能 计划任务 它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这是它的一个说明 那后面的话 我们来看怎么去用它 它的语法格式 叫C-R-O-N-T-I-B 叫C-R-O-N-T-I-B 这是一个主指令 然后后面加上我们的选项 后面加上选项 那再往后呢 操作对象就没有了 没有操作对象 记住它只有选项就行了 只有选项 哪几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 参用选项 第一个选项叫-L -L L那表示list 也就是列出 列出 指定 用户的计划任务列表 计划任务列表 就是每个用户呢 都可以有一个自己的计划任务 每个用户都可以有个自己的计划任务 可以通过-L来列出来 这是L的含义 然后第二个叫-E E也好理解 叫EDIP Editor 编辑指定用户的计划任务列表 然后第三个-U -U U就表示user 也就是我们需要指定的用户名 那么如果不指定 则表示当前用户 对啊 假设你不指定 我用root用户去操作这个-L或者-E 那就表示 你如果不指定 那就是root 那如果你指定了呢 那就是指定用户 这个U呢 可以写可以不写 最后一个 刚才同学说了-R 那-R呢 表示remove R1 MOVE REMOVE 也就是删除指定用户的计划任务列表 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计划任务全给删了 那么一共是四个选项 这四个选项里面呢 不要求都记 记前两个就够了 记前两个就够了 你让这个用户 我自己编自己的 为什么要加用户名呢 就不需要加了 然后-R REMOVE REMOVE这个东西呢 你因为一删你全删了 那万一你这个列表里面有很多 有些我想要的呢 你全删也不合适 所以这个呢 也是慎用 只要记住前两个 一个呢 表示列出 一个表示编辑就行了 表示编辑 还有呢 列出 那现在呢 我们可以先来试一下我们这个列出吧 列出 列出命令 列出来试一下 CRONTAB -L NORCOONTAB FORROOTA 是不是没有啊 说明ROOTA用户没有计划任务是吧 那我们可以再试一下 加个-U 试试 -U 我们还有个用户叫 Ninux123 它是不是也没有啊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指定用户了呀 所以指不指定用户都行 看你的需要 不过 就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不会指定 就大部分情况下 不会指定啊 所以这个-U就可以不用起了啊 就记住这个-U就行了啊 列出 一个 用户的 他的一个计划任务列表 但是我们这里面呢 没有啊 没有 第二个 那既然说我们要记这两个 那么就看这两个了 第二个呢 就是 编辑 计划任务 计划任务 那么计划任务的编辑 可以来试一下 把-U改成-U 走 注意我们现在编的是哪一个文件 PAMP下面的 ChromeTable.h7QIA键 编的是这个文件啊 编的是这个文件 我们在下面是能看到的 编的是这个文件 那这个文件呢 现在是可以被编辑的 但是这里面没有任何东西 那我在写的时候 怎么去写这个计划任务列表呢 这是个问题的啊 所以编辑这块比列出更重要 因为你要去写这个规则 它是送点部分 对了 没有范例 这个就很头疼了啊 连注释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个白的 那这个东西怎么去写呢 在写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咱们计划任务的规则与法格式 计划任务的规则与法格式 计划任务一行就是一个计划 以行为单位啊 以行为单位 一行则为一个计划 而且每行的规则 它的语法格式是一样的 所以这地方呢 我示范写一个就行了啊 第一个呢 叫分空格 第二个是时空格 第三个是日空格 第四个是月空格 第五个是周空格 需要执行的命令 需要执行的命令 就是这个语法 分时日月周啊 分时日月周 以这个形式作为一个语法啊 这个呢 就是它这个格式 那么这是一个命令 那如果说我再来一个计划怎么办呢 你只需要把它呢 再来一遍 再来一下就行了啊 你只需要改它的一些对应的数字就行了啊 比如说你分时 分时日月周 这几个都是数字啊 所以改数字 改这个命令就行 大致的语法 就是按照这个套路来就行 分时日月周 举个例子啊 给大家举个例子 哎 例如 哎 如果说我想要 每天的每天的 零点 零分 哎 然后呢 执行 执行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假设啊 咱再来一个 reboot吧 来执行一个reboot指令 那么则 可以写层 下面这种形式 几点 几分 零 那说明分这一列 是不是应该是零 行 零 空格 零点是吧 零点 有说哪一天吗 没说 没说 那我们怎么表示 没说的话就用信号表示 信号就是 所有的 就是每一天 啊 然后 月又说吗 没说 好 星 周又说吗 没说 好 星 后面呢 重启 R1 BOT 这就是一条计划任务 意思就是 每天的 零点 零分 去执行这个操作 简单吗 reboot是个命令啊 不需要谈到什么路径啊 跟路径没有关系 我们在命令行里面 执行reboot的时候 要出路径吗 不用啊 不用的 这个是命令 跟路径 没有关系 位置 咱先出来 再先出来 我在这个地方 能不能执行reboot 可以是吧 不要手键 按回车啊 跟目录下 能不能执行reboot 跟路径有关系吗 没关系 所以一样的啊 我们在这里面 也不需要管这个路径 这个命令 它只要在外面怎么执行 你在里面怎么写就行了 在外面怎么写 你在里面就怎么写 啊 这是这个案例 那后面呢 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这个分十 日月周的一个取值范围 先看分 分它的一个取值范围的问题啊 取值范围 分呢 是取值范围是0到59 0到59啊 然后10 0到23 0到23 没有24啊 24就是0 然后日日是从1开始 1到31 然后月是1到12 周周是 0到6 0到6 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0 0表示星期天 0表示星期天 这个就是它的取值范围啊 需要注意一下 因为取值范围 如果你不知道 你后面这个规则 你没法写 取值范围 先你知道一下 然后除了这个取值范围 我们还需要知道四个符号 还要知道四个符号 跟正值表达是没有太大关系啊 四个符号 分别是刚才我们用的第一个 星号 第二个 横线 第三个 斜杠 还有第四个 斗号 我们这里面需要记得呢 一个是它的语法 还有取值范围 还有四个符号 当你记住这些东西之后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那么星号表示什么 星号表示取值范围里面的 每一个数字 表示取值范围中的每一个数字 就是它可以是零 也可以是一 也可以是二 也可以是三 都可以啊 星号是每一个数字 然后呢 横线呢 横线一般是用来做这个区间的 做区间的啊 做区间表达式的啊 那比如说 比如说 哎 我要想表示 要想表示 呃 一到七 那则可以写成 则可以写成 写成这个一 一杠七 就表示一到七 哎 假如说我每天的一点到七点 行 那你在小时的时候 这个十这个位置就可以写 一杠七了 表示连续的区间啊 主要是用做这个连续啊 连续区间 表达式的啊 这个是横线的意思 这个横线 就是我们键盘上的减号 就减号 然后这个斜杠 斜杠呢 表示啊 表示 每每多少个 表示每多少个 哎 咱不是有这么的情况吗 就是说 哎 一米 每秒 不就是这个斜杠吗 哎 所以这个斜杠就表示 每多少个 哎 例如 例如 哎 我有一个任务呢 想 哎 每 每十分钟 每十分钟一次 啊 钟 一次 啊 每十分钟一次 那么则可以 在分的位置 写 怎么写呢 先杠十 到底是十杠星 还是先杠十 啊 如果这地方呢 不是很清楚的吧 那可以去翻一下手册 困难开宝 来 他在里面应该有对应的例子啊 可以找一下 到底是 新杠二 在哪看到了 新杠二是吧 是吧 新杠十啊 就这种形式 千万不要写错了啊 你颠倒了就不一样了 新杠十表示 是每十分钟 执行一次 在分的位置 写新杠十就表示 每十分钟 啊 然后下面这个呢 是表示多个去值 表示多个去值 哎 比如说 比如说呢 我想 嗯 在 一点 三 二点 然后呢 六点 执行 那么则可以呢 在这个 十的位置 写 这么写 一 逗号 二 逗号 六 哎 这个呢 就表示 多个去值 但是这个去值 一般是多个不连续的啊 如果多个连续的话 我们一般会用这个 就是 很像这种形式 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啊 嗯 你数一下 肯定的呀 一个小时一次嘛 一点一次 两点一次 三点一次 四点 五点 六点 七点 那不七次嘛 不要不要被这个给扶到了啊 学完之后数学都不会了 一到七之间 每个小时执行一次 每个小时一次啊 所以这两个东西先得看明白 一个是取值 一个是 四个符号的含义 因为以后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个计划任务 啊 如果说你这四个符号和取值方便搞不明白 那以后写的肯定写的肯定不对 啊 这上面给了个例子 给了个例子 给了个例子之后呢 那么再结合下面这个 看能不能看明白 为什么这么写 能看明白吗 每天的零点 零分 那么零点 它的取值 是零 分 零到五十九 刚好也是零 所以按照我们的语法格式 分十字月周 那这个地方呢 分是不是应该放个零啊 小时不就是点吗 是不是也该放个零啊 他后面有没有说 哪一个月 哪一个天 哪一个周啊 没说吧 没说那不就是认为是 每天的 或者说每个月的 或者每个周吗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三个信号表示 就是每一个取值范围 每一个取值都会去执行 然后reboot就是命令 reboot就是命令 三个需要记的 语法格式 第一个需要记 分十日月周 后面将有需要执行的命令 第二个 每一个列的取值范围 这是第二个需要记的 第三个 四个符号的含义 每个符号表示什么意思 第三个需要记的 这三个如果你记住了 那么后面我们有几个题目 可以来看一下 来做一下这个题目 问题一 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看到这个问题 看看这个东西干怎么写 零和七都表示 星期日 零和七都表示周日 也就是说它取值可以是零 也可以是七 但是这样的话 你不要这么记了 你不要这么记了 为什么这么记 你如果这么记的话 你又得多记一个 你又得多记一个 当然你这个补充的很好 那给你们改一下吧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 记0到6 要不然到时候你整出个星期八出来了 本身想让你们好记一点 结果你非得跳进去 回到这空里上来 咱看看怎么写 先写多少 45 然后呢 4 空个空大一点啊 然后 每月的 1 10 22 1 10号 还有10号吗 不要了 干嘛 新 还有新吗 没有了 后面干嘛 命令什么命令 SER VRA CE 然后 NET WRK R1 SDRT 简单吗 是不是很简单 啊 这第一个问题啊 先再看第二个问题 问题二 问题二 嗯 每周六 周日的 1点10分 重启 Network 服务 10 1 星 星 6 到0 或者7 行不行 如果按照 刚才这个说法 7也行啊 然后后面 是不是还证明了 SER Network Restart 嗯 当然这地方你也可以用 ETC Init D Network Restart 也行啊 都可以 啊 这是第二个啊 然后再看第三个问题 问题三 怎么写 谢谢多少 星斜杠杠 星斜杠 18 用哪个方号 横杠 23 后面呢 星 星 星 然后还是这个命令 是吧 哎 对啊 行 可以了啊 第三个这个问题 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 再往后 下一个 等会儿啊 等会儿看啊 问题四 问题四 每隔两天的上午八点到十一点的第三和第十五分钟 执行自从起 第三和第十五分钟 不是每三和每十五分钟啊 这不要读错了 逗号 十五 空格 等会儿听到不同答案了 已经听到不同答案了啊 八杠 十一 每隔两天 星 杠 星杠 二是吧 后面呢 星 星 重启 转步他 八点到十一点第三和第十五分钟 然后他没有说月也没有说周 哎 然后转步他就行了啊 行 可以啊 这四个问题呢 答的都挺不错的 都可以 这样的话 啊 隔两天 就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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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二啊 假设我们从现在这个4点20开始算 两天之后 两天之后不就是 一号的 4点 二十吗 那中间不就是 两天吗 就是48个小时嘛 这个你不要聪明反备聪明物啊 不要弄错了啊 行 这四个问题 看着有问题吗 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说明你取值范围和符号 以及他的语法 已经能够理解了 然后你后面呢 尝试多去写一些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做一个实际观察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执行了 哎 不要说一看这个语法 知道他是计划任务 但他执不执行 我们不知道 那不行 我们先看一下 来试试看他真不执 是不是真执行 案例 案例啊 这是个真实测试案例 我们要求呢 就是说 每 十秒钟 每十秒钟 因为你要看到效果 咱们不可能说每天几点钟 那等的时间太长了啊 每十秒钟 或者说你 可以做到时间 每五秒钟啊 每五秒钟 往 往 我们的 root 加目录中 哎 加目录中的一个文件 我们提个叫 RT点 RT点 TXT 输入 输入 输入谁的信息呢 那么输入一个 哎 也行 输入时间信息 输入当前的时间的信息 注意 为了看到效果 我们用追加 看到效果啊 使用 追加的一个输出 来 使用追加的输出 行 那么现在的话 按照这个要求 我们看看这个命令 应该怎么写啊 计划任务 怎么写 每隔五秒钟 每隔五秒钟 想清楚了 再说啊 有同学说是1-12 有的同学说 新-5 有的同学说 新-12 到底是哪一个 新-300是几个意思啊 注意看这个 看这个例子 每隔三十分钟 每隔三十分钟 这是分钟 那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写 每隔五秒 这个告诉你们不好做啊 这地方就不要算了 已经超出范围了啊 所以是每隔 一分钟啊 没有秒这个单位 还在算 不要算了啊 这种就不对啊 真的是各种各样难度出来了 行的 现在这个简单了吧 每隔一分钟 新-1啊 这个就打你对了 新-1 然后空格后面是在 新 新 新 后面输出当前的时间 对的 然后加 百分号 百分号F 百分号T 然后输出 最佳有哪个 入他下面的 RT点 TNT OK 每一分钟 每一分钟 你用新也行啊 用新也行 用新也行 用新也行啊 都可以 但如果说你用 每两分钟的话 你都用新-2 如果是每一分钟 你用新也行 用新也行 还是加上去吧 要不然到时候 你怕你忘了 新号就是每一个取值范围 每一个取值单位都算 行 试一下 那么先去确定一下 先看看我们加目录下 有没有这个文件 没有吧 没有RT点 OK 那行 那么这次我来编辑一下 新 哎呦 千万不要按小键盘啊 千万不要按小键盘 新号 杠 一 空格 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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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代他 加号 百分之后 百分之后 F 空格 百分之后 T 最佳啊 最佳是两个 不是一个 一个是覆盖 千万不要搞错了 入到下面的 RT点 TFT 这个就是我们的命令 然后保存 保存和推出 跟VRM一模一样 X 看效果 已经立即被加载了 已经立即被加载了 然后我们后面怎么办呢 我们 看一下 它现在肯定没出来啊 现在肯定没出来 稍等一会啊 稍等一会 这样我们先呢 先把这个 我们先本身呢 把这个命令性执行一下 先执行一下 让它文件先出来啊 然后 tl-f 跟下的 root 下面的 rt点 我们等着它 这是我们自己创建的 像这个文件出来嘛 然后这个tl不是说 有一个实时查看吗 咱们就等着它 要不是没有文件的话 你怎么去实时查看呢 一分钟 自己是最小单位了 你没办法 没办法了 都说了取值是整数 你还来小数 等一分钟看看吧 这个一分钟过得好闷呢 一分钟应该到了呀 等会儿啊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 哎 退出来啊 退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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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哦 这样啊 咱来换个命令吧 可能我们这个指令 用的不是很好 不用一口啊 就ls吧 ls 杠 ls 这样吧 嗯 看这个命令 现在之前正不正常啊 然后跳一下 可以啊 哦 这个是覆盖写 是吧 不是 这是追加写 追加写 那为什么之前文件 里面东西没了呢 时间呢 看最后三行啊 尾巴三行 尾巴三行没问题啊 看他 哎 都出来了啊 看到了吗 两字下载吧 这不一字下载吗 后面不还有字下载吗 啊 出来了啊 太好了吧 没问题啊 没问题 嗯 像这个地方的话 几个重点的地方 一定要记着啊 一个是语法格式 一个是取值范围 另外是四个符号 啊 四个符号 取值范围很好记 分时日月周 结合实际生活 很好记 四个符号呢 主要就是四个符号 和这个语法格式了 分时日月周